什么对抗路的尽头是打野 这游戏的对抗路真的是越来越难混了 只要稍微变强一点 下个版本立马就给削了 个别英雄因为太弱都没办法在对抗路生存了 这些混不下去的对抗路英雄 最后只有一个出路 那就是跑去打野 那有哪些转型打野非常成功的对抗路英雄呢 要说转型打野最成功的英雄 那绝对是凯了 连续强势了两个赛季的肉凯 即使在新赛季也依旧是强势上分英雄 对抗路的凯 因为技能弱对线打不过 机制又不适合去支援 只能待在线上挨打 等着对面把兵线放到塔下 靠着塔下兵线慢悠悠的发育 虽然说成型厚的凯 确实有一刀秒脆皮的实力 但这个速度和代价实在太折磨人了 所以打野凯应运而生了 与边路凯不同的是 打野凯虽然说少了闪现 让本来就不咋地的灵魂程度再次降级 但是可以安稳的在野区发育 实在是比边路舒服太多了 最近流行的纯肉出装 更是让凯的玩法发生了转变 从一个需要找机会进场 一刀秒脆皮的高风险打法 变成了靠着超强的坦度 顶着输出在人群里乱砍的大杀器 最重要的是操作简单 非常的适合吸收打野去玩 孙策则是官方赋予的打野能力 随着新赛季的更新 孙策又迎来了一次加强 二技能对野怪伤害翻倍 这样清兵线本来就很快的孙策 拥有了快速清野怪的能力 而孙策也确实适合打野这个位置 自身有位移技能有控制技能 在杠格性能上要比大部分英雄都强 还有大招这个bug级别的支援跑突神技 走打野位置要比走对抗路 更能体现出孙策对团队的重要贡献 最重要的是 现在的对抗路 动不能就选个有霸体的英雄 或者就是有一身解伤技能 控也控不住 打野打不动 孙策这种脆皮爆发战士 早就没有了以前那种对线统治力了 再加上现在大招的音效太明显 很难在对线中打出合格的效果 四级后反倒成为了孙策的弱势期 选择去野区可以有效的规避这些问题 曹操的热度要比前两位差太多了 甚至有很多新手都不知道曹操有什么技能 作为一个单挑强 大招拥有超强反杀能力的超强战士 曹操在对抗路本来是可以很顺利的 但是曹操控有一身强力输出技能 却没有快速接近敌人的手段 导致只要对方选择一个守长或者灵活的英雄 就会让曹操很难受 不过去打野就不一样了 不需要与敌人兑现 在野区可以安安稳稳的发育到四级 迎来强势期后 入侵野区那是手拿把掐的 毕竟没有人能够跟开大的曹操硬碰一样 那恐怖的吸血和伤害 只要状态还在 对面来再多也不够打 不过 即使在野区还能打出不错的效果 曹操依旧人气低迷 这原因可能是颜值和拦断那段西剧导致的吧 四空阵与他们不同 即使是现在这个版本 四空阵依然是强势对抗路 甚至因为战士装备被砍 法师装备加强 要比之前更厉害的 不过新的法术打野道 实在太适合四空阵了 转去打野完全是因为 这个位置能让四空阵发挥的更好 最重要的是 在打野位置的四空阵 一旦拥有了双Muff 就能获得恐怖的黏人能力 还有对拼能力 无论是线上抓人 还是入侵野区 绝对能打出优势 结果外面还能想到哪些 转型打野成功的对抗路英雄吗 欢迎留言讨论论哦 欢迎留言讨论哦